2023年度泰鲁阁族语下令营活动 而活动安排了编织介绍 制作香草饭、竹筒饭 从文化体验当中说母语 丰富精彩的内容 让泰鲁阁族的学童 从学作体验中开始来说出自己的母语 台湾泰鲁语言组发展学会理事上 红文宝表示 从7月19号、20号、21号和22号 为期四天三夜的2023年 泰鲁阁族语下令营活动 在万荣乡谢林国小阔代办理 主要是以文化体验的方式 让孩童们从中说母语 传承语言的文化 这次很特别 我们有本来是预估是30位小朋友参加 结果报名的有38位 可是我们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就改用抽签的方式 没有参与到的 他就会到第二题次 这一次也特别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都市的小朋友 有更多的参与 所以32位里面的小朋友呢 有28位是来自北北基陶 那有大概两位是来自高雄跟台南 我觉得这次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我们也可以想见就是我们的学生家长 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念 能够让孩子回来 一方面是学习自己的主语 透过这样的实作的历程 透过歌谣来学习自己的语言 我们也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 我们也有所谓的单工体验 还有设计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田野性的一个活动 希望能够让我们德鲁古的孩子能够体验我们的老文家是多么的辛苦 那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透过一个语言的教学 我们语言教学是采用那个文化体验的这样的活动 来让孩子能够喜欢说主语 能够乐于唱自己的歌 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动的这一题词 那因为我们本来要把课程更加的多元 因为第一个是卡在时间 第二个卡在经费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排更多丰富的一些课程在里面 不过这样综合看起来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会员报表示 学会坚信语言复赠 是会员们最重要的目标和组织存在的价值 因此各项计划项目的拟定 策略规划和工作执行 都就要在语言复赠的总体目标上 而这次让学童们了解编织的文化意涵 制作传统年糕 煮筒饭 几项酵饭 共同亲食DIY 让大家了解太魯格子的美食 还有教导如何方陷阱 了解恋人的生活文化 精彩丰富的课程 以达到文化传承语言 政府的目的 记者 焦烟黄的全部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